我们这一节就找到了 Jason出来和我们看看开市 大家要留意的焦点 Hello Jason 你好 Hello 早安 你好 港股刚刚开市 现在似乎在酝酿中 恒指跌幅收窄了很多 看看能否做到到升 但现在大家看市况 都是很拉脚 向上看 大家都不觉得 可以突破到26000点这些水平 这时候 有些券商都出来做 明年预估的股算 看看恒指目标 国子方面 中金就比11600点 今年年底就可以见 比现水平高大约1.1 你怎样看现在设计这些目标 Jason 有什么意见 看的因素 不明朗还有很多 盈利增长放缓 大家看后期的政策 甚至经济增长等等 这些都是不明朗因素 是否稳定之后 真的会好转 或者怎样分析 现在到年底为止 部署的市况是怎样 我想现时到11月 这个真是关键月 当然美国方面的中期选举 就完了 亦是预期之内 但是下一个预期 大家预备到呢 就是在G20峰会里面 习主席和特朗普会面 到底最后的结果会如何呢 现在来说普遍预计 都是偏向会达成一些小部分的协议 未必会有很多的情况可以落实 或者消除得到贸易战的一个情况 但是可以缓解或者慢慢舒缓 这一点 我想是偏向市场方面预计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情况 但是到底在我们这个情况 如果是乐意见到的话 港股可否反弹呢 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松绑的机会 因为在10月后实际上 真的跌足那么久 就真的完全不会弹 但是使用很多消息 但是现在要捱到G20峰会 都还有一段时间 短期大家先看T业绩公布 好像陆续 今个星期都是大家关注着腾讯 接下来出业绩 到底一个业绩不是太高的增长 或者出现倒退 大家又是预期了 到底预期了之后 出完之后 会不会开始有些埋盘慢慢收复呢 我觉得就要等待一下 因为11月真是一个 可否可以带来一个转世的机会 一个月份 现时的确是唯有等待着 但是如果你说各指 再看11,600 那不是太高的难度 因为其实11,000多 记忆中 都是在3月份跌下来之前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说市场不是那么悲观 慢慢收复 可能又去年尾 分析厨窗资金 再拍案进入股市 都还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当然 看完这个体悦 到底刚才说的很多不同事件 发酵到底如何演变 而且如果你说中美贸易战的情况 舒缓得到 人民币是有机会再次走强一点 对股市一定帮助 这一点我认为大家看着 大家先看11月底 然后才做部署 因为之前可能还有比较波动一点 是否这样说呢 这段我认为大家都不要想着 这么快有长线开仓 或者是这么快定了下年的策略 现时大家都是做一些短线操作 可能跌得多的时候 就来一些小炙波反弹 但是会不会开始做一个长仓呢 我认为真是要看到G20峰会 看看两国方面的口径到底 有没有释怀得到 肆阳的悲观情绪 因为明显美国方面不是说知道 单纯只是看你那几千亿贸易的问题 是针对着你内地方面 中日制造2025的话 看看到底可不可以在G20峰会 或者打后的时间慢慢 是将这个结解开 假开当然好了 但是假日不开的话 将这个情况继续伸延 因为12月不会有太大动作 有机会可能拖延到 11月下年的年初 可能1月1日才有新的安排 我觉得11月是比较关注着 事态发展 而考虑下来12月的开仓情况 好 看着大市短线一点 刚才Jackson说短线操作为主 今星期大家就看着腾讯 基本上恒指贵剑出来 结果就没什么变动 只是看回腾讯 和汇控方面的占比 就有些变动 汇控方面就微降 腾讯方面就微升 所以调整之后的比重 大家都大概在10%水平 今星期大家看着 腾讯会出个季迹 出季迹之前 券商就不留守 一个星期之内 已经有第三间券商 调降了腾讯的目标价 理由也是那些的 手游的收入可能会有些影响 广告收入最新 高盛都估计 应该都会有些影响 增长方面可能都会放缓 我们拍之前 腾讯出业职之后股价的表现 8月中出业职的时候 一个星期股价跌了8% 如果现在看股价 比起上次出季迹的时候 就跌了1.7% 坦白了 券商也偏向看得前景一样 股价累计也跌了这么多 究竟反映了这些悲观的预期吗 首先申报本人正合持平时持有腾讯 但如果大行出报告 或者是一些看好报告 我们回想在470多元的时候 普遍大行都是看500元 你没有一间看过4字头 300多元更加没人看 当然大家都知道 因为始终政策在变 现在变到现阶段300元以下 可否再拼下去呢 我觉得再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 不是说它不会跌 因为今日仍在跌 但幅度上会慢慢收势 因为之前曾经提过 $250到$280元 正正就是我们叫做 深港空、湖港空 当时是北水大量流入的一个位置 亦都多一些叫内地方面资金 是长仓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你看到上次落落到$250 都肯初步定得到上去 大概是现时 维持着$250到$300这些位置运行的 我想你说游戏方面放缓 大家都知道了 到底未来方面有没有机会重启呢? 其实腾讯我觉得都算是很配合内地方面的一个政策 上两个星期 其实出了马化腾公开讯之后 变成了市场方面的气氛 对腾讯方面都确实是比较上去的 再次有信心回来 因为信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说 它不是说想做世界冠军 是帮内地方面的企业 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范畴走向世界冠军 其实令到它的角色开始比较 自己都比较清明的 在帮助不同的企业发展下 是互联网家继续会做的 游戏当然大家都要留意 佔比就是四成的 但当然未来我想要等到 全部的游戏开始 完成了健康系统 可能才有重启的一个机会 或者最少走到一半以上 到时这个游戏重启 我相信都有机枉 因为最少你不会 内地方面完全不启动 游戏方面的审批 如果不是的话 不如删除了整个游戏 但如果以安全或健康系统 完成了、确立了 我觉得游戏审批要重启 所以我觉得现时 初步来说 我觉得维持在$250至$300 这个区间做浮动 再差或者再悲观点 我觉得暂时来说 都是看到$232 正剩100个月的平均线 所以我觉得 悲观位极低点 可能仍有机会出现 但我觉得幅度 好实说不多 所以现时 如果高位拿了 或者这位拿了 先捱多一会 看看接下来打抗的时候 会不会慢慢充仿的 好 物体盘分业绩了 至于国子贵检 成份股有变 下个月10日便会生效 铁塔便会取代中国银河 铁塔上市捉了三个月多了 9月初的时候 就因为传中电信 再加联通合并 于是估股价就有点冲击 股价曾经低位落到$1以下 但你见到现在都反弹了不少 市场不是太好 但它一直在区间横行 大概说过一至过二这些水平 它就算是这一阵比较硬正 但用上市价来计算 它仍然还是潜水的 现在劝商给它的目标价 就看到$1.49 即是比现在现价做$1.7 都高大约超过两成 你怎样看入国子之后 股份的表现呢 股份表现 从初步来说 其实炒作的力度 真的很缺乏 其实你过去这两个月 维持十格左右上落 真的比较闷 到底你到时入国子 你会否吸引资金来做短线操作 或者都可以吸引被动营资金来吸纳 对股价有一定帮助 但未必会有很大的提升机会 因为始终现时要消化了 就是之前招股回来 其实现时仍然是潜水 要吃完那批货 吃到干净净 要等待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题材 才有机会再次炒作 因为去到招价一二几的位置 又是打进去的 现阶段你说炒作未到 我相信这股份暂时不算太浓厚 值得期待的 但不要打算是很重 买入去就等国子大量飙升 因为这货 如果大家有看就知道了 每天真的只有三格上落 其实未必会找到一个很大的空间给大家 好 参考价格的IPO价值是1.26元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看看手机设备股 好 看看直信鱼 出了10月份的负运量数据 手机摄像无了负运量 按月就要跌接近5% 至于这个手机镜头 按月就可以升到近2% 花旗也提到 内地你看智能手机市场 大家都明白 增长很疲弱 不过直信鱼的表现 已经是可以好过同业 大摩都说了 内地手机方面的表现继续会失息 负运量应该都会按年再跌一成 其中只有华为旗舰型号 应该的销程就好些 信鱼今年只剩下两个月时间 负运量的表现 是否可以继续跑赢同业 你觉得它是否继续可以优胜 有 它优胜之缀 尤其是三镜头 其实三镜头不是很多公司做到 信鱼是正正可以做到 亦都做到这个3D镜头 当然了 这些情况很快就大家追上 但追上之后 到底可不可以 找一些更突破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信鱼都有能力 或者是有这样的空间 可以做到 因为始终它几次来说 做这个创新 或者是在镜头里面 都可以先同结 唯有就是我们都继续相信这一点 因为始终你说在内地方面 智能手机的一个销售 或者大家再升级空间 其实暂时来说好像有些尊颈围 就算是iPhone X开始 其实变革都不算太多 或者空间上不是太大发挥 所以我想都会限制了一些 什么叫手机镜头 或者手机相关配件 可能未来的增长力度上都会放缓 但至少是比同业 或者比上个星期 出一个轨迹的瑞星都比得好 所以现阶段 我觉得就藉着华为方面 或者它帮助就是内地 可能Android机的一个发展 都比较少受美国卖战的影响 情况下都可以去跑返同业 好了 好了 顺宇基本上就染蓝接近一年 同都是拍落着瑞星到比 看看他们的相关系数 今年中一度就去到0.8 走势 你看到同步的程度也很高 现在大概的相关系数 都在0.6流上 只是看今个月的表现 瑞星就跌8% 顺宇就升6% 如果以今年以来 瑞星大撈明记得很惨 跌了六成 顺宇也要跌至2.7 两者同步都是跌 但顺宇就硬朗一些 刚才你提到它的技术门栏 暂时来计都相对比同业为高 花旗都保持150元的目标 现在就在低位那里正在熬 有没有机会在春年年底 或者春年可以做个强烈一点的反弹 如果你说上年150元 真是奢侈少少的期望 最少你升一倍 你看到今年按年方面的出货量 其实还是一个很强的增长 但最糟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的基数已经高了 很多公司大家都有个周期 如果你说今年的100年的基数这么高 100年可不可以维持这么高的基数 这一点就往往令到股价可能都会受压 但最少就知道 当然两间手机设备 今年大家都会斗衰 那次是哪间衰得少一点 但相对你或者是训与 是少了一个阴影 就是对贸易战 尤其是科技战的影响 因为既然它的客户是华为 或者是三星等 其实相对苹果 你笼罩着一股贸易战 或者科技战的影响 都会较少一点 所以其实价 我觉得比较乐观的情绪 有机会见到九字头 但要重上100 我觉得有点难度 或者是出些数字 除非令到股价方面有更大的惊喜 可能才有机会重上红帝股 好 我们这次谢谢Jason 和他分析了大事 和几个个股 今天要留意表现